美丽痴青的公主爱上一个年轻俊俩的青年 不料这位青年竟然是一只熊 公主的爱情只会让她变回原型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这部评价很高的反传统童话电影《平凡的奇迹》 话说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喜欢写离奇故事的魔法师 她和妻子安娜已经结婚15年 生活已经归于平淡 为了自己消遣 同时也是为了让妻子安娜开心感动 魔法师决定再创造一个童话故事 或者叫恶作剧 就在七年前 魔法师将一只小熊虎哥变成了人类 现在虎哥早已长大 演员成了一个英俊帅气的青年 但是虎哥并不想继续做人 他这些年过得并不开心 连妻子安娜也觉得 把熊变成人简直是对熊的虐待 魔法师与世结识说 这次他把虎哥叫来 就是为了让他再变回自由的熊 可是魔法师设置了一个前进条件 只有当一位公主爱上病亲吻虎哥时 他才会变回熊 魔法师为自己的奇思妙想 沾染自喜 但是虎哥和妻子安娜却认为 当一位公主坠入爱河时 他却把人家的恋人变成熊 这样的做法实在太过残忍 那位公主应该是多么的伤心 然而魔法师固执己见 他于是就律师法术 让一个经过这里的国王 稀里糊涂的来到这里歇脚 这位国王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但人品更加不怎么样 他自称是个暴君 经常虐待下属就像祖先那样 不过谈到自己的女儿丽莎 狗王又变成了一个慈父 丽莎生下来时 她的母亲就因为难产离开了认识 从那以后 狗王就把丽莎当成长上名珠 无限宠爱 不过丽莎并未因此变得骄纵 反而非常纯真善良 安娜听到这些 更不想让丈夫捉弄这个可爱的公主 但是魔法师心意已决 后来虎哥下楼时 正好不小心抓到了这位丽莎公主 当时两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但就是这么凑巧 两个年轻人四母相对时 互相都有哪种初恋的感觉 虎哥从小就没有父母 而丽莎也从小没见过母亲 这让两个同名相连的人 又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 就在这时 国王的随行人员 这时也赶到了这里 第一位是国王的首相 他曾经吃大风云 大权在握 但是现在却只能跟着国王旅行 用跳舞来取悦国王 第二位是国王的首席女官艾米丽 她总是抱怨吃饭问题 和洗澡时有没有肥皂与热水 第三位是内务部长 她是个自私自恋又无耻的人 她是王国的实权人物 经常贪赃王法顾毛思囊 部长见毛法师的妻子安娜 长得非常美丽 并想和她共度春晓一刻 而且还不想费力追求安娜 她只想要最后的结果 因为恋爱太浪费彼此的时间 这么无耻又自恋的人 着实把安娜给惊得目能口呆 可惜安娜对此无动于衷 她说要让丈夫 把无耻的部长变成老鼠 部长听闻她的丈夫是毛法师 这才赶紧赔礼道歉 就在这时众人注意到 丽莎公主正在和胡哥约会 国王家女儿一脸笑容 也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女儿从小没有母亲 一直感到孤独很少开心 于是国王就决定 将胡哥奉为贵族 让两人结婚 反正女儿看上的人一定不会错 只要女儿开心就行 然而当胡哥得知丽莎的身份时 她却突然大惊失色 她最终还是拒绝了公主 随即就逃离了这里 丽莎当然非常伤心 她都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为何胡哥这样讨厌公主 这个身份又不是她能选的 丽莎一怒之下跑上了二楼 从此拒绝再见任何人 国王自然非常的忧心 于是就让每个人都出个主意 教她如何安慰公主 如果方法有效就忠忠有赏 否则就送她正断楼台 首相的意见是 家长不该干涉孩子的感情问题 结果国王说 她将第一个上断头台 随后轮到女官艾米利时 她吓得支支吾吾的说 她以前也爱过一个人 但后来还是忘记了那人 结果国王听后也不满意 因为公主可比她知情的多 这是内务部长说 应该让公主嫁给最值得信赖 也能管理好国家的人 部长说的这人当然就是她自己 结果国王觉得 这种要求只有自己的龟子手才符合 就在这时 丽莎公主竟走拉出来 喊慌俩身难撞 原来丽莎打算离开父亲 一个人寻找自己的幸福 国王当然不会同意 但是丽莎态度坚决 她用手枪威胁说 谁敢靠近自己 她就格杀勿论 最后丽莎公主就这么逃了出去 国王被想派人追回公主 但大家都认为 公主已经说了要杀死靠近她的人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安娜不免责怪 丈母的胡闹 然而魔法师正在兴头 她现在只想知道故事的结局 另一边 话说丽莎公主 后来就来到了一家旅店赞助 这家旅店的名字也叫做艾米丽 原来老板就是当初 被女官艾米丽甩掉的那个男子 后来胡哥也来到了这家旅店 但她并未认出公主 当时公主依然在生她的气 便大骂胡哥是个懦夫 同时她也为胡哥甩掉的 那个女孩感到不知 甚至痛骂那个姑娘愚昏至极 怎么会爱上这种人 胡哥听后自然很生气 她不允许别人侮辱她的挚爱 两人话不投机 最后吵着吵着就开始各种相见 最终还是胡哥 激高一筹击败了对手 这时她才猛然发现 对方竟然是丽莎公主 丽莎与世道出了缘由 原来她已经追了胡哥三天 但她这次见面 不是为了挽回胡哥的感情 而是为了证明她根本不在乎胡哥 胡哥当然看得出来 公主说的都是气话 她爱的深沉才会这样憎恨自己 怪只怪她不能接受公主 不然公主以后会伤得更深 但是后来 当她看到公主从自己的眼前走过 胡哥还是忍不住追了上去 但公主好像故意躲着她 就在这时 国王和一众随从寻找公主时 正好也到这里落脚 后来老板发现 国王的女官竟然就是她曾经的恋人 时隔20年 老板依旧忘不掉这位曾经的情人 但是艾米丽见到老板 却有些尴尬 有些无言以对 原来20年前 两人也是如交四期 非常甜蜜 可是有天 艾米丽看到老板和将军的女儿 窃窃私欲 她无以为两人有了感情 就一怒之下离开了老板 现在她终于发现 当初那只是一场小小的误会 可惜时过境前 他们的人生已经无法挽回 后来国王终于发现 女儿丽莎就住在这家旅店 但她就像上次一样 把自己关在屋里 不想见任何人 国王于是故技重事 打算用抽签的方式 派遣一个人上楼替她劝姐公主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谁要是上去 就可能被公主射杀 最后还是倒霉的内务部长 不幸中钱 部长赶紧说国王 不要让他冒这种 没有意义的险 商人冒险是为了利润 士兵冒险是为了荣誉 而他这样冒险 只是为了公主的爱情 实在是可笑 爱情不过是骗子 发明的毒药 只会让人迷失心志 但是国王最后 还是逼着部长去见了公主 毕竟部长已经结过18次婚 他最会哄运孩子 随后不久 楼上就传来了一声枪响 大家都以为部长已经被杀 结果他竟然安然无恙 部长韩自豪的告诉大家 当时他已做好了 此的准备 结果公主果然 掏出了手枪 他于是本能的 开枪自卫 好在这枪也没有打中公主 公主随后就告诉他说 今天谁第一个 走进这个房间 自己就决定嫁给谁 于是就这么机缘巧合 部长反而成了公主的 未婚妇 这时公主也走出了房间 他让父亲立刻准备婚礼 他今天就要和部长结婚 但是虎哥觉得 公主这是在和自己怄气 于是他就随便拉住一个宫女 说他今天也要结婚 但是公主并未妥协 他立刻就下令 来进准备婚礼 虎哥也不服气 于是也想和宫女马上结婚 可惜他刚才太过紧张 早就忘了相娶的是哪一个 最后还是老板拦住了虎哥 让他不要和公主斗气 本来老板打算帮助两人和解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他本以为艾米丽能把公主叫来 结果艾米丽并未做到 他反而按照国王的命令 当中宣布了公主的婚礼 艾米丽也很内疚 可是亡命在身 他也没有办法 随后国王就带着两位新人走了进来 就在国王准备当中宣布 两人已经结尾和法夫妻时 虎哥赶紧拦住了国王 部长见状 本想教训一下虎哥 结果被他拖了出去 随后虎哥就告诉公主说 他原本就是一只熊 如果接受公主的艾克亲吻 他就会再次变回熊的形态 他不愿让公主伤心 这才不敢接受公主的感情 公主停了以后 这才理解了虎哥的苦心 他当然不想让虎哥变成熊 最后只好无奈的决定 放弃这份感情 离开虎哥 不料国王却说 变成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熊可以给他们跳跳舞 他们也可以帮熊整理毛发 但是公主太爱虎哥 他可不想让虎哥变成他的宠物 其实这场婚礼 就是部长和公主的双簧 公主本想以此挽回虎哥 结果现在却不得不放弃 公主离开以后 虎哥也是万分的伤心和不舍 这时魔法师终于出现 他也为这样的结局感到惋惜 后来老板和艾米丽也终于秉气闲闲 破镜重圆 老板决定关闭旅店 艾米丽也放弃了共同职位 两人决定一起离开这里 到别墅开启新的生活 魔法师见此更加觉得虎哥根本就不爱公主 因为当一个人被强烈崇高的情感 正与头脑时 人民会为了正义反抗暴君 学者会为了真理上断头台 士兵会为了荣誉战死沙场 而虎哥却为了爱情什么也没有做 这只能证明他根本就不爱公主 魔法师的话让虎哥羞愧难当 他于是就作了个决定 他告诉正要走的猎人说 自己现在就去找公主 他让猎人跟着自己 当他变成熊时立刻就将他射杀 猎人也被虎哥的勇气所感染 他果断就通与那此事 正好就在这时 公主好像看出了虎哥 早已做好了最后的打算 现在公主也觉得 只要虎哥留在自己身边 哪怕他变成熊也无所谓 这样他们起码不用忍受向他之苦 也不会再孤单 看到两人已经准备迎接最后的结果 猎人也含着眼泪撞好了子弹 他随时准备开枪 看到这悲伤的一幕 安娜不禁责怪丈夫太过残忍 魔法师也非常内疚 但他现在已经无法左右 故事的走向 于是后来 当丽莎公主和虎哥 终于开始亲吻时 猎人本来就要开枪 结果这时却发生了奇迹 虎哥并未变回熊 连魔法师也无法解释这个结果 众人只能说 这是一个平凡的奇迹 一个爱情的奇迹 安娜也终于对丈夫满意拉一回 她终于看到了一个 结局美好的故事 不过这也是魔法师的 最后一个故事 她随后就烧毁了自己的家 再也不想写任何故事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风格非常独特 全程穿上了很多美妙的音乐 片中的场景道具 也及一副苏联风格非常别致 电影还有很多心脏讽刺 又好笑的黑色幽默桥段 剧情也是电荡起伏 峰会路转 非常简透精彩 算是一部非常上乘的苏联童话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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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